岛屿,狗布里集团是体裁影评评观点,同时,市面上仍然存在很多非官方门店。 被称为包子中的劳斯莱斯的这家老字号品牌,是否还能重复往日荣光? 近日,宏极一时的天机老字号品牌,狗布里包子,在关一家北京门店,锦盛房府锦丁和前门店仍在营业。 同时,市面上仍然存在很多非官方,但高悬着狗布里招牌的门店,继权取得之后,又一老字号品牌危险了。 狗布里包子是否还能重复往日荣光? 狗布里的末路,根据千金狗布里集团业绩报告显示,2018财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7320.47万元,同比增长20.04%。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计,扣的净率入为1,134.46万元,同比增长11.9%。 营收和利润的主要来源,在于速冻面食品,且80%的收入,来自天津当地居民及优客消费。 相比速冻面食,狗布里集团施起餐饮平均供电,十年间,近在北京地区,旗下酒店,餐馆已减少11家。 今年一月份,狗布里集团店因租业问题关店,且因拖欠消费者会员费,而建筑报端。 上月底,北京东单的狗布里包子,故也宣布供电。 整个北京,狗布里包子只剩下王府井,前门两家门店,而仅上的两家门店每天也经营惨淡。 平时店内上作率不足50%,人何如此,一,服务差,大众点评显示,狗布里包附近重店的消费者评价仅有两颗星,前门店评价三颗星,东单店的评价三颗星,三家店平均评价仅有两星半左右,处于同类竞品整体评价的中下游。 评论评价情中,差评占到了68%,这要是放在其他餐饮门店身上,简直是天塌了的大事,消费者甚至给狗布里打上了世界上最黑最贵的包子的标签。 而在线下门店中,也有人亲眼目睹狗布里糟糕的服务,几位外国游客不知道如何点餐,店内服务人员并未进行操作指引,而是忙着沾罗本店员工吃晚饭。 此外,店内环境,设施显得陈旧,顾客用过摊的桌子没有及时收拾,用餐体验过程中,店内几乎没有餐中服务,对消费者态度也显得冷淡。 对服务的趋务,在点评平台上也能看到,有不少顾客留言称,点餐服务员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。 二难以平衡的多元化,门店数量缩减以及服务体验不佳都显示出,狗布里对传统门店渠道的忽视。 从登陆新三把开始,狗布里就显露出,将主要业务转向食品生产的趋势。 狗布里2015年公开的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,主打产品为狗布里速冻包子,以及包括天津麻花、糕点和酱鹿肉制片等在内的其他中式特色美食等。 在狗布里目前的住营业务中,高档酒店占比非常高,狗布里在北京、天津之营的品牌酒楼和不同菜系、风味各异的花园别墅是酒楼,试图打造街带旅游和商务宴请的狗布里高端酒楼。 此外,狗布里集团还开发了系列狗布里天津特产,包括酱货、糕点、板绿、香油、调味品、虾酱、保健醋等。 被称为包子中劳斯来自狗布里,一直无法在高端餐饮业突出重围。 三,加盲乱象,进一步将狗布里包子拉入泥潭等,还有混乱的加盲模式。 市场上,狗布里包子加盲品牌真假穿杂,北京街面上更有不少非官方的狗布里门店。 大众点评了现实,北京地区一天经狗布里包子,化名的包子铺超过10家。 在以前,狗布里集团总部对各家盲店,都是实行松散管理,各地包子千差万别。 甚至于,在天津市,各个繁华地区的狗布里加盲店也是良有不齐。 而导致各门店良有不齐的原因,最重要的就是狗布里集团曾指着狗布里,做起了买台子的行当。 各家盲店只需每年向天津总部交那几万人不等的牌便费。 就可独立投资,独立经营,独立核算,总部只负责技术培许和包子原料配送。 这样疏散的管理,看似加盲商才是直接受影响者。 实际上,对于狗布里集团来说,品牌形象更是受到影响。 企业无形资产流失严重,减了芝麻丢了西瓜。 2005年,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以1.06亿人拍下了天津狗布里包子应是集团公司的国有差权,及其所知子公司股权。 该治后的狗布里开始积极重塑品牌,不惜花费重金,在全国范围叫停加盲店。 一场品牌维护战,在全国范围内打响。 比如DM一家天津狗布里包子铺,在被询问后就表示,自己只是天津包子,而不是狗布里品牌旗下的加盲店。 自2005年后,狗布里包子就陆续对加盲店进行收缩,目前不再进行门店加盲业务。 狗布里如何转型? 狗布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于地点、旅游、名气和政府。 政府需要一个地方名片,从市场角度来说,狗布里很多客户都是游客。 作为天津特色和礼物,狗布里也不抽市场,在本地游关厂消费。 因此狗布里高端酒楼在天津发展得很好,有这样的背景。 狗布里可以算得上是个死不了的牌子了。 只是,依托于政府,狗布里虽然死不了,却也让他的难以真正在全国遍地开花。 毕竟,政府的扶持可以让一个老字号初期迅速发展,但只有真正面对市场的挑战,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。 从群居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狗布里的转型方向。 一、增加总部对各连锁餐厅的控制力,提升餐饮质量和品牌价值。 麦当劳肯德地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级的餐饮企业,是因为组织力、玄菜、极数创新、运营机制和供应链,各部里应尽快对加盟店乱象进行进一步管制。 一、既是止损,二、重新夺回消费者的喜爱,特别是要抓住年轻人的心。 神农岛首席顾问,弗莱战略品牌咨询机构董事长楼向鹏在品牌农业二大特产,让地方特产买遍全国。 一书中谈道,河南稻口的鸡什么赶不过武汉的鸭博,原因就在于稻口烧鸡的运作模式,是停留在传统经营模式上,因寻守旧,缺少创新,而武汉的鸭博九九、金五、周黑鸭等,以及互单绝位,在经营模式上突破了,倒入连锁经营模式,快速将地方特产推向全国各地。 正宗是很多区域小吃,难以壮大的一块遮羞布,是阻碍品牌发展最本质的因素。 在顾客眼里,也许所谓的正宗不过是以老卖老,不时毛,一小撮人的情怀而已。 在营销方面,建议狗部里放下身段,用更娱乐化的手机营销方式,与年轻消费者互动,吸引他们去消费。 三,店面小型化,消费者已经不是为了质宝来店里的了,他们可能就是想感受一下气氛,体验一下城市名片。 针对这样的趋势,购物应对菜量、菜品形象、店铺面积做出调整。 通过店面调整,闪电的投资会轻量化、采购、储存和物料成本都会下降,也能提高品效。 同时在装修上,更提倡简约工和情调。 四,打品聚焦,将一个品类做到极致是餐饮店成功的法宝,如今将一个品类做到极致,用打品策略撬动市场的餐饮品牌并不少,他们的菜品单纯到几乎单调,却已经建厂,因而能在竞争惨烈的市场中,获得一席之地。 打品有很多优势,让品牌更容易连锁、复制、进入门槛低,一标准化,打品类相对多品类食材的采购会简单许多,产品中心对单个菜品的研发与实践也会更频繁。 此外,打品聚焦在传播的过程中,具备先天聚焦优势,尝试多元化的狗不理,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呀,更多学习, 可关注中国品牌农业倡导者,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科技组组长楼向彭老师的品牌农业,大特产系列专注,点击阅读神农导近期最受欢迎文章,与大家见面了。 每周精选一篇读者最喜欢文章,推送给企业家朋友,您在百忙之中精彩不会错过,请扫描二维码关注,不够尽兴,猛桌,查看所有历史文章吧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